女孩在路上捡到一个受伤的总裁 她没想到因为自己一个善良的举动 本环欠一屁股债的她 从此人生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女孩名叫车允锐 职业是一名兽医 救动物她很在行 可救人是头一回 男人不让她打120 她只好把男人扛回自己的诊所 拿出平时用来治动物的那些行榜 开始为男人处理伤口 解开男人的上衣 看到她古铜色的八块腹肌 这位30岁的单身阿姨不由得老脸一红 可现在不是看帅哥的时候 得赶紧干正事了 一顿猛操作 允锐终于帮男人把伤口处理好了 见她也没再发烧 允锐就打算去睡觉 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男人拉住了她的手 没办法 允锐就只好留下来陪她 两人就这样在诊所睡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 男人在允锐的打呼声中醒来 她发现自己一直牵着她的手 随后强忍着疼痛 随便找了件衣服换上 打电话给秘书过来接她 临走前还给允锐留下一张名片 男人名叫李江勋 作为财阀二世的她 个人能力也非常突出 上任以来直接让公司的业绩翻了半 身边的爱慕者更是不计其数 一向威严的她 此刻竟然穿着一件不符合她风格的T恤 这让秘书也忍不住多看两眼 此时刚从睡梦醒来的允锐 发现江勋已经离开了 那张名片也被猫咪送进了垃圾桶 两人似乎没有了任何交集 允锐偶尔想起江勋 还是会骂骂咧几句 说着以为自己是人鱼公主吗 好不容易就活了 竟然消失了 变成炮炮消失了 她内心还是期待江勋会回来找她 可每次都会让她失望 也多亏了她 江勋的伤恢复得也很快 看着那个伤口 江勋总是忍不住想起允锐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她也在期待允锐的来电 还让秘书调查了允锐的资料 知道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现在开的宠物医院 也是带了所有能带的款材开起来的 这让江勋更加确信允锐 很快会自动找上门索要筹写金 可结果出乎她的意料 车允锐来电了吗 成了江勋每日避问的问题 但秘书每次的回答都是没有 到最后秘书都学会抢答了 江勋还没开口就先说明 这位小小兽医 让江勋的耐心逐渐耗尽 她决定主动出击了 说着好吧 那我就直接过去找她算了 江勋来找那个救过她一命人海 打算好好筹写她 没想到却被她可可爱爱的样子吸引住 脸上不自觉露出从没有过的笑容 当允锐转身的那一刻 阳光洒在她的脸上 那治愈的笑容 让江勋忍不住用手机记录下来 这或许就是爱情的萌芽 看归看 江勋也没忘记过来要办个证事 她问允锐为什么不马上来找她要钱 允锐一脸无辜地说 我上哪找去 听完江勋的解释 允锐才知道江勋并不是无情无义的人 她其实也留下过联系方式 随后允锐给江勋列了那晚的费用账单 江勋一度怀疑自己看错了 允锐还以为她是嫌太贵了 还在那解释了半天 江勋再跟允锐确认一遍 你确定是七十万 而不是七千万或者七个亿 允锐肯定地点了点头 江勋显然对这个报价非常不满意 说着你看起来很不懂价 就我的性命的价码 不可能只有七十万 她对这个女人越来越好奇 不知道她是真的不贪心 还是装作不贪心 听到这话允锐一脸不悦 瞬间不想跟这个自大狂再聊下去了 江勋见允锐也报不出个 让她满意的价格 直接送她一间商业区的铺位 让她把宠物医院从乡下搬过来 江勋以为允锐肯定会感激体能地收下 可没想到她毫不犹豫地拒绝 这让江勋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会有人这么不识趣 不过没关系 她有的是办法让她收下 第二天 允锐就被房东告知她诊所的铺位 已经被人买下了 并且她会把这拆了重建 允锐一下子傻眼了 她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开起来的诊所 将要面临绑病 紧接着她就接到新业主的电话 她赶紧客客气气地说 要过去拜访她 可没想到电话那头的人 竟是江勋 江勋得色地提醒允锐 这铺位很快就被拆除 记得在一周内搬走 允锐大骂江勋是强盗 做人这么不厚道 而江勋这么做的理由 也很简单 允锐骂着江勋说道 我救了你 你怎么能恩将仇报 江勋说 活该谁叫你不接受我的回报 江勋挂了电话后 允锐忍不住口吐芬 冷静下来后 允锐知道当务之 及时赶快找到新的铺位 他问了好多家中间 可按照他这么有限的预算 根本不可能找到合适的铺位 眼看一周的期限马上要到了 允锐只好再去问问 看能不能带到款 结果也可想而知 此时江勋正坐在办公室 看着允锐为新铺位的是东奔西跑 他相信鱼儿很快就会上钩了 果然没多久 允锐就自动找上门了 江勋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允锐看到他就气不打一臭 狠狠地把江勋打了一臭 他觉得江勋就是仗势欺人 越说越激动的他 最后忍不住在江勋的办公室哭了起来 这让江勋一时之间不知所谓 他也蹲了下来 看着允锐哭得这么伤心 江勋也有点心软了 说着你啊 就来我这吧 霸道总裁让允锐不要做首页 过来他公司上班 可允锐怎么会答应他这么无理的要求 随即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直接给了他一脚 接着允锐把账号写给江勋 并且承诺自己会在一周内搬走 希望江勋也能按时把负房押金退给他 允锐骂骂咧咧的从江勋公司出来 他怀疑江勋的脑子是不是不太正常 每次都会给他不一样的惊吓 而江勋此刻正一个人傻笑着 看起来的确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还时不时看一下那双被允锐踩过的鞋 这个女人似乎给他无聊的生活增加了不少乐趣 好不容易来一次成立 允锐也趁此机会去见见老同学 正当他们聊得很愉快的时候 那个一直喜欢跟允锐做对的又拉也来了 一开口就是满嘴的假惺惺 还对允锐各种冷嘲热讽 问他还要在那种乡村地方待多久 允锐懒得搭理他 可是又拉还在不停地巴巴 气得允锐忍不住要挫挫他的威风 允锐告诉又拉 自己今天就是过来去看看医院新纸的 等到我开业那天可别忘记送花祝贺哦 看到又拉气急败坏的样子 允锐感觉舒坦了不少 可是后他就非常后悔 怎么就这么管不住嘴呢 但话已经说出去了还能怎么办 只能乖乖回去找姜勋了 姜勋一付就猜到他会回来的得怎样 但允锐也不想白拿他的店铺 首先把那挽救他的费用 从70万改为7000万 后掉7000万后 其他就当是他向姜勋的长期贷款 姜勋认为没必要这么麻烦 他直接收下店铺不就可以了吗 可允锐还是坚持不白嫖的原则 只不过他的债权方 从银行变成了姜勋而已 从此以后两人就是平等的事业合作伙伴 最终姜勋也接受他的提议 想着做他的债主也不赖 跟乡下那间医院好好告别后 允锐就开始动手布置新医院 一副干劲满满的样子 从搞卫生到摆放家具 都是他一个人亲力亲为 医院也从原来的空落 过变成允锐喜欢的样子 经过他的努力 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就绪 就等着开业了 晚上 姜勋来到医院却没看见允锐的身影 最后发现他在房间里睡愁了 姜勋坐下来静静地看着他 允锐突然睁大眼睛 把姜勋也吓了一跳 接着就开始说梦话了 不但把姜勋吐槽了一番 最后还上手捏他的脸 一边捏着还一边说 这触感真不赖 见他越来越放肆 姜勋终于忍不住开口 说着把你的手拿开 这可把允锐吓了一大跳 空气里弥漫着尴尬的气氛 最后还是允锐打破了城堡 问姜勋怎么来了 姜勋说过来 确认下我花的前置不值 想不到某人在这打瞌睡 允锐边擦着哈拉子边说 我也不想啊 这周边的房子太贵了我租不起 只好在店里将走将就 姜勋告诉允锐他知道 有一个又大又便宜的地方 允锐问在哪里 姜勋说我家里 有很多房间哦 允锐觉得姜勋又开始发疯了 他无缘无故干嘛要搬进他家 真是莫名其妙 虽然允锐对姜勋的态度不怎么样 可姜勋老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 想着想着还会忍不住笑 由于太过入神连秘书进来了 也不知道 还怪秘书没敲门 秘书无辜地说我敲了 秘书进来是要告诉姜勋 夫人帮他安排了相亲 相亲对象全都是排名前30的事业 有成的女强人 姜勋一想到这件事就头疼 姜勋看到允锐身边 出现了别的异性朋友 这个醋坛子瞬间警惕了起来 两人都等着允锐介绍 当听到允锐说自己只是一个借他钱的合作伙伴 姜勋就感到莫名的不爽 用忧怨的眼神看着允锐 我给你的机会重新说一遍 就是姜勋此刻的内心独白 这时允锐的死对头刚好在门外经过 他看到姜勋送的开业花篮 想不到车允锐还真把他乡下的宠物医院搬到这里来了 极度星爆炸的他马上打电话邀人 他决定好好替允锐庆祝庆祝 第二天又拉就以庆祝允锐开业约他出来一起吃饭 同学都很好奇允锐哪来的资金能在这么昂贵的地方开业 又拉更是假惺惺的工位 允锐对此也是嗤之以鼻 接着又拉提议 今天就让事业有成的允锐请客 允锐一看菜单 差点没把他送走 人均12万的消费水平 乃是他这个平民百姓消费的钱 看到云瑞的窘破样 又拉得逞的笑了 接着就让服务员过来点餐 服务员拿过来一瓶红酒 云瑞说我们没有点这个呀 服务员说是那边的男士给你们点的 顺着服务员手指的方向看去 那边坐着的正是傲娇总裁李江勋 看到江勋后 云瑞赶紧低下头 心想这个疯总裁又要整什么药蛾子 除了红酒 还有沙拉和各种甜品 都是江勋点的 又拉还自恋的以为肯定是帅哥看上自己了 等到结账的时候 听着服务员报菜名 云瑞的心在低血 他不情不愿的把卡拿出来 最后服务员告知他账已经结过了 是那位给你们点红酒的先生 在离开前把你们的账结清了 此时江勋正在门口等云瑞出来 右边的两位美女一脸花痴样的盯着他 就等着江勋开口约自己 没想到等到云瑞出来后 江勋开口了 说着我在等你 上车吧 云瑞不情不愿的跟着江勋 那两位美女则是很不甘心地看着云瑞离开 在车上 云瑞让江勋下次不要这么多 被人看到很容易误会 江勋没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让云瑞不要再跟这些没营养的朋友来过 因为刚刚在餐厅的时候 他们在背后说云瑞坏话 多被江勋听到了 有时间去见他们还不如见我 不明真相的云瑞 不知道这位帅哥又在抽什么风 然而接下来江勋说的话 更让他吃惊 说着跟我谈恋爱把车云瑞 吓得云瑞的小心脏蹦蹦直跳 原来江勋是想让云瑞当他的挡箭牌 他不想那么快结婚 可家里已经帮他排好了一个月的相亲计划 云瑞这才知道 他刚刚说跟他恋爱这话 是有目的性的 江勋也大方承认他 只是想和云瑞谈一场契约恋爱 还取笑云瑞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要和你交往吧 听到这话 云瑞的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 起身扭头就走 江勋马上追了上去 免不了要挨云瑞一顿骂 但江勋认为云瑞是最适合的人选 刚刚他送酒给云瑞他们的时候 云瑞并没说自己认识DOL的社长 这一点足以证明云瑞嘴挺严的 很适合当挡箭牌 云瑞觉得江勋简直不可理喻 一秒都不想跟他多待 剑单刀直入的方法不奏效 江勋打算用激将法让云瑞答应他 故意问云瑞是不是母胎单身 云瑞当然是不承认了 接着江勋打算验证下 他边走进云瑞边说着肉麻的情话 越来越近的距离 让云瑞不由的脸红心跳 江勋看到云瑞的反应 得意地说道 看来你对像我这样优秀的男人 没有免疫力 被看穿心思的云瑞 只能用一技又勾拳来掩饰自己的慌张 为提高对男人的敏意力 云瑞打算跟着朋友去学跳舞 他学生时代的暗恋对象相显 也在这个舞蹈社学习 他耐心地跟云瑞讲解舞蹈的基础知识 并邀请云瑞试着跟他共舞一曲 如此近的距离 而且对方还是自己曾经的暗恋对象 云瑞很疑惑 为什么自己的心跳这么快 这跟之前与江勋近距离接触时 完全不一样 就在这时 江勋打来了电话 光是看到来电显示 就让云瑞再次心跳加索 江勋问云瑞考虑得怎么样 此时思绪烦乱的 云瑞假装很忙 赶紧挂掉江勋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江勋背弃的小杂手机 云瑞跟朋友们跳完舞在聚餐的时候 江勋再次打来了电话 云瑞自然毫不犹豫地挂掉 江勋的耐性逐渐被耗尽 本来工作繁忙的他 马上杀到云瑞的宠物医院 江勋让云瑞跟他谈三个月的契约恋爱 三个月后这间医院就归云瑞所有 并且这段时间的租金也免了 云瑞此时为自己当初没有直接接受馈赠 打到后果 现在刚搬过来生意又不好 不接受江勋提议的话 还要付完贵的租金 看到云瑞有些动摇 江勋得意地笑容 无论做什么生意起步阶段都不容易 虽然云瑞的宠物医院地段不错 但是由于刚搬过来没什么客人 弟弟就建议他去附近开船单 先打开下一院的真人堂 一天下来累得够呛 没怎么吃东西的云瑞 还差点晕倒 幸好被过来看他的江勋及时扶着 筋疲力尽的云瑞突然感慨起来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当兽医当多久 感觉自己的人生看不到希望 江勋鼓励他 自己是不会随随便便把钱给一个没希望的 我能投资你就证明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兽医 那天你不也救活我吗 听到这话允锐的心情也好点了 江勋也没忘了继续跟允锐提契约恋爱的事 都说人在脆弱的时候最容易打动 于是允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说着我们试试看吧契约恋爱 接下来就是签约仪式了 毫无疑问江勋是假方 而允锐是那个必须随传随道的一方 江勋还要求允锐必须每天跟自己约会 除此之外 在契约期间 不得跟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男生单独见面 江勋一想到那个老在允锐身边转悠的湘贤就来请 允锐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地在合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未来的三个月 他就相当于把自己卖身给眼前这个讨人厌的家伙 到了下班时间 朋友照常过来拉着允锐去舞蹈室练习 可允锐却面露难色 原来江勋早就在门口等着他下班 江勋尽职尽责地把允锐送到舞蹈社 只不过这次他是以男朋友的身份去 湘贤对于允锐燃有男朋友只是感到有点意外 而江勋则是无时无刻不再宣誓他的主角 甚至还故意做出一些暧昧的事 允锐无力地埋怨道 契约书里可没说包含这种程度的亲密接触 允锐虽然满脸写着抗议 但是谁叫他是命苦的一方呢 接着江勋就先走了 走之前还让允锐不要太累 江勋买了一束花 打算等下去接允锐的时候送给他 可是想到他在舞蹈社跟向弦搂搂抱抱就非常不爽 他一脸烦躁地给允锐打电话 问问他差不多要结束 电话那头传来莫名其妙气喘吁吁的声音 让本就烦躁的江勋怒气之雕声 就在这时 那个一直爱慕着江勋的小妹妹发现了他 江勋想装睡躲过他 很明显这招并不奏效 江勋只好打电话让挡箭排车允锐过来救场 这都晚上十点多了 允锐本不想过去 可江勋又拿契约出来说是 允锐最后也只能屈服 就在江勋正尴尬地跟小妹妹聊着的时候 穿着一身休闲服的允锐出现了 小妹妹对允锐上下打量一番 显然他很看不起允锐 尤其当他知道允锐三十岁后就更加无敌 这不就是大妈妈 允锐也不是省油的灯 于是两人就开始一番唇枪舌战 小妹妹最后还是不肯相信 允锐就是江勋哥哥的女朋友 就叫他们证明给自己看 于是江勋一把搂过允锐 正打算亲上去的时候被小妹妹喊停了 允锐这才松了一口气 小妹妹这才肯离开 在送允锐回家的路上 允锐已经困得东倒西歪 江勋看到他这个样子 便把车停在路边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允锐 突然觉得这个女人其实也挺可爱 还贴心地帮他把头发召开 这时允锐也醒了 允锐一副防备的样子 问江勋在干什么 江勋则让允锐不要在别人面前睡觉 因为他边睡边流口水的样子 简直瞅到爆炸 随后还说到他睡觉的样子 只能够让他一个人看 江勋最讨厌员工在开会的时候 不把手机设置静音 没想到这次想的是他自己的手机 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自觉地为允锐去改变一些 坚持已久的个人习惯 电话那头的允锐 慌张地跟江勋说 他的爱慕者找上门了 但江勋却非常地淡定 因为他知道那个罗美 根本不是允锐的对手 允锐对于江勋的袖手旁观 虽然很生气 但也丝毫不会影响到 他跟罗美唇枪舌战时的状态 枪还是老的了 最后允锐成功地把罗美气走 随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江勋 江勋虽然对于允锐三番五次 打断他开会有点生气 可当他听到允锐得意地 在炫耀自己刚才是多么微风时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宠溺的微笑 被秘书发现后又恢复严肃的表情 迅速把电话挂断 晚上下班后 江勋去接允锐去看露天电影 过程中允锐毫无顾忌地大笑 这让江勋觉得看允锐 好像比看电影更有趣 看完电影后 允锐跟江勋拍合照 然后回家做成约会日记 作为乙方的履约证明 江勋收到允锐发过来的合照 想起他吐槽自己拍照的时候过于严肃 还偷偷地在家里练习了起来 由于近期约会约得太平凡 江勋和允锐都不约儿童地上午了 允锐发信息给江勋 让他给自己放一天假 接着就跟朋友惬意地窝在店里看书吃零食 就在这时 突然有一盏灯坏了 允锐打电话给管理师 但没人接听 朋友一脸坏笑地说 这时候男朋友就能派上用场了 允锐是打死也不会求助江勋 可朋友却敲咪咪地拿他手机发信息了 没多久 江勋就气喘吁吁地出现了 允锐朋友发的要换男友这样的短信 让江勋火速赶到 最后知道这只是恶作剧 江勋也松了一口气 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顺便把灯泡换了 可从来没干过这种活的江勋畏手未巧的 允锐一脸鄙视地让他下来 自己上去换 没一回功夫 允锐就顺利把灯泡放好了 说着看吧 灯亮起来了 突然允锐脚下一滑 直接就跟江勋吻上了 这一幕也正好被允锐朋友撞见 他失去地离开 让两人继续 允锐为自己就这样失去了初吻 感到非常懊恼 而江勋知道这是允锐的初吻后 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这个晚上允锐毫无意外地失眠了 为了躲避江勋 第二天还暂停一夜 江勋给允锐打电话不接 发短信不回 去舞蹈社找他也不见人 后来甚至把电话关接了 就在江勋为此感到很烦躁的时候 收到了神话集团的晚宴邀请函 这次晚宴还必须有同伴出席 秘书提议带允锐去 这样以后江勋 也不用再去应付无聊的相亲了 江勋知道允锐躲在宠物医院里 就给允锐不停地发信息轰炸他 最后威胁他要是不出来就告他毁约 让允锐这个胆小鬼乖乖地现身了 江勋把允锐带去做造型 打算带他去出席晚宴 虽然允锐是一万个不愿意 可他这个卑微的一方 又能有什么话语权呢 江勋耐心地等允锐换衣服 但是帘子拉开后 却不见允锐的身影 允锐第一次穿礼服 觉得浑身不自在 躲在十一间里不肯出来 见江勋逐渐不耐烦 允锐最后还是不情愿地出来了 变装后的允锐跟平时完全两种风格 这让江勋也被惊艳到了 随后又用一声咳嗽来掩饰 允锐显然还不习惯 与江勋有肌肤接触 但江勋的霸道会让他习惯 第一次出席这种场合 允锐很紧张 江勋挽过他的手 大大方方地走进会场 允锐的死对头又拉也来了 当他看到允锐时 差点没惊掉下巴 怎么那个乡村土妞也会出现在这里 趁着江勋在应酬的时候 又拉趁机过去挖苦允锐 一开口就是绿茶味 跟允锐说这些地方不适合他 还讽刺他身上穿的肯定是A货 就在允锐不知道怎么会对事 江勋及时出现在允锐的身边 说着你知道他是我女友吗 又拉绿茶地说道 上次我们在餐厅见过了对吗 随即还要与江勋握手 江勋故意说 我们有见过吗 这让又拉把悬在半空中的身 尴尬地收了回去 接着又拉还假惺惺地 以允锐老同学的身份跟江勋说 我们允锐什么都不懂 李代表你肯定很辛苦吧 然而江勋的检查能力也不是盖的 说着我想把他一直留在身边啊 关你什么事 最后完败的又拉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但江勋这种级别的人物 一来到这种场合肯定会有各种应酬 所以并不能一直陪着允锐 高跟鞋和晚礼服显然也不太适合允锐 唯有美食才是真爱 就在他享受着美食的时候 那个罗美又来了 他埋怨允锐狼吞虎宴的样子 就是再给他的江勋哥哥丢脸 这让本来不想在这种场合骂人的允锐 也忍得住 他也毫不留情地回对过去 当江勋再次出现的时候 允锐也心累了 他不想再待在这种鬼地方 也不想再被其他人说 他是多么的不适合这里 便跟江勋说他要先走了 江勋一把叫住他 允锐问江勋是不是合同结束后 他们的关系也会随之结束 面对允锐突然这么疑问 江勋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允锐认为江勋就是默认了 随后便失望地离开 这时 霸道总裁静一把抱住 允锐吻了上去 罗美喊着不行啊 欧巴 最后江勋也陪着允锐提前离开了晚宴 然而刚才发生的所有事 都不及江勋接下来说的话伤人 说着今天的事 就忘了吧 那是失误 刚才被人嘲笑的时候没想哭 但江勋说的话 让允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然而他必须极力地隐忍着 把允锐送到后 江勋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突然非常的心疼 他在门口迟迟未离开 也为刚刚自己说的那些混账话 后悔不已 帅气多惊地罢走 在晚宴上公然亲吻某位神秘女子 第二天就迅速登上了各大媒体的热搜榜 这让江勋的秘书接电话 接到快要抓狂 江勋也对此感到很苦恼 尤其当他看到 28通来自妈妈的未接来店后 就更烦躁了 他不明白自己又不是艺人 这事就这么值得大家闹腾吗 这时秘书不怕死地说了一句 因为您从未有过绯闻 所以这次大家就像唠叨大鱼一样 江勋冷静下来后就吩咐秘书 确保允锐那边不会被骚扰到 然而八卦媒体总是无孔不入的 允锐现在出个门也包得严严实实的 这段时间跟江勋的越界行为属实有点多 允锐就试图让自己沉迷于舞蹈 借此来分散下注意力 然而脑海里总是不自觉地浮现那一幕幕 让人脸浮心跳的画面 以至于一步留神就扭到脚了 相嫌贴心地帮允锐按摩来缓解他的疼痛 就在这时 醋王出现了 问着你在干什么 把你的手拿开 江勋从近来到现在 他的视线就没离开过允锐的脚 敷衍地把点心给了允锐好朋友后 再次重申一次 说着把你的脏手拿开 相嫌说允锐扭伤了 所以我正在处理 醋意横生的江勋压根 就听不进任何的解释 随后用不容拒绝的语气 让允锐把鞋拿着 一把将它抱了起来 说着我的女人 我会看着伴你少操心 允锐问江勋这是在干嘛 还在气头上的江勋跟允锐说 受伤了就应该去治疗 允锐不知道江勋在气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对于江勋来说算什么 而江勋又拿那该死的契约出来说是 强调在这三个月内 自己是允锐男友这一事实 还说着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受伤 允锐一边听着江勋霸道的关心 一边回忆起那天 他亲了自己后说 这只是失误的事 他也忍不住回对回去 说着我是因为跳舞的失误 才拧到脚了 就像了不起的李江勋 你那天失误一样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而江勋也把自己忍了很久的真心话 说出来 说着那不是失误 允锐难以置信地问江勋 你在说什么 江勋自傲娇地说 同样的话也不会重复第二遍 江勋把允锐带回宠户医院 一边帮允锐处理伤口 一边责怪他 没好好学走路 允锐骄傲地说 我在乡下的时候 可是到处跑呢 说着说着 他又怀念起在乡下的日子 江勋听到后手里一紧 把允锐也弄疼了 这是对允锐的小小惩罚 说着没我的允许 你哪都不许去 就在允锐还沉浸在感动的时候 江勋又补了一句 因为我们的合同还没结束 好好的男人 怎么长这么一张嘴 允锐的感动之瞬间清零 跳了一晚上午的允锐也累了 他很快就睡着了 而江勋也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 眼神里满是温柔 江勋就这样坐着睡了一觉 等他醒来后允锐已经离开 只留下一瓶奶和一张感谢便签 被一个黏人的霸道总裁 盯上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无时无刻不再关心着你的行踪 早上问一遍 午饭时间问一遍 到了下午再问一次 当然晚上睡觉前也少不了 问着你在哪 直接把允锐整崩溃了 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 却得知允锐此时正在找房子 对于允锐没告知自己就打算搬家的事 这位霸道总裁又不乐意了 允锐才懒得理他 直接把电话挂断 经常被允锐无视的江勋 很是生气 江勋认为肯定是因为 还没看到允锐真实的一面 所以才会总想起他 得知秘书也是跟他老同居后 才慢慢发现他的缺点 比如经常不洗头 随时随地放屁之类的 于是江勋决定跟允锐一起生活 以此来制止自己对他着迷的毛病 很快允锐就接到电话 被告知昨晚订好的公寓业主已经变更了 而那位新的业主 此刻就站在他的面前 有了上次的经验 允锐知道这次又是江勋干的好事 江勋也大方承认了 允锐不知道江勋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怀疑骚扰别人的生活 是这个家伙的嗜好 允锐决定跟这个脑子不太正常的人 好好聊一聊 他问江勋 难道不是应该面对喜欢的人 才会有一起生活的想法吗 你有那么喜欢我吗 喜欢倒想要跟我住在一起 见江勋不说话 允锐就确定他只是一时冲动 随后便失望地离开 江勋却说道 如果我还是要坚持地跟你一起住呢 之后无论允锐要租哪里的公寓 江勋都会把那里买下 所以他辛辛苦苦找的房子也是屠楼 江勋是不会让他租到房子的 他霸道地跟允锐重申一点 这地球上你唯一可以去的地方 就只有我家 允锐不知道江勋为什么非得做得这么久 江勋认为自己之所以做这么疯狂的主动 都是因为开始对允锐有感觉的 当然他也很确定允锐也跟自己一样 但他目前没办法百分百确定 也不能给允锐一些承诺 所以想试试同居 说不定住久了就会停止对允锐的喜欢 这不就是妥妥的渣男女路吗 允锐被江勋气得牙痒痒 江勋回家后就开始为允锐布置房间 他相信允锐肯定会喜欢的 而此时的允锐正在戒酒消愁 江勋那个坏蛋把自己的生活搅得一团乱 允锐一边抱怨一边喝 没多久就醉倒了 江勋打过来的电话被允锐朋友接到 没多久江勋就出现了 此时的允锐已经神志不清 江勋强行把他带走 允锐以为背他的人是相贤 他感觉相贤的身材好像变好了 还问他最近是不是加强运动了 两只手也开始不安分地乱动 听到允锐把自己认错成别的男人 江勋怒了 直接放手让允锐摔了一地 说着你自己找路回家 被极度冲昏头脑的江勋 本不想离允锐了 可当他发现其他男人在接近他时 又忍不住返回去 最后江勋把允锐背回了宠物医院 此时他对这个刚把他吐了一身的女人 真是又爱又何 说着因为你我快疯了 看霸道总裁如何用教科书般的套路 让母胎单身30年的宠物医生 跟自己同居 首先用苦肉计 留下来照顾最久的允锐 等他醒来后 趁他还没完全想起 昨晚自己做了什么 就来一招先发制人 以退为进 告诉他 因为昨晚他做了不可原谅的事 现在要跟他终止合同 并且要求他在三天内从这里搬走 还要打一亿违约金到自己账户 整套流程行云流水毫无破绽 让还一脸猛的允锐苦苦挽救 接着就假装叫人在三天内 把这里的东西都清理完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允锐 只能先恳求江勋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至此 江勋的计划取得了初步的胜率 允锐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地 又欠了江勋一个亿 他实在想不起昨晚自己到底 做了什么 不过没关系 极度心极强的江勋会帮他 慢慢回忆 说着你竟然 趁我不在的时候 跟别的男人喝酒 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在江勋的提醒下 允锐依稀记得 好像有那么回事 不仅在朋友面前 指着江勋的鼻子 说他是超级疯的甲方 还在他的背上 叫着其他男人的名字 此时的允锐懊懊悔不已 他再次恳求江勋 给自己一次机会 因为自己昨天实在太难过 听到这话江勋更不能忍 说着为何你难过的事 是找那个家伙 不是找我 允锐心想 这下完蛋了 把他卖了都还不起一个人 就在允锐在边哭边 吃着泡面的时候 江勋又出现了 江勋让允锐要么哭 要么吃泡面 别边哭边吃 允锐说关你什么事 你不是说合同已经结束了吗 江勋最后使出他的终极大招 欲擒故纵 说着想给你机会 你却不要 算了吧 允锐求他不要走 至此 江勋已经完成套路允锐 跟他同居的全过程 还要求他现在就去打包行列 等他今晚回到家 必须要看到他在家 江勋得意的笑容 刘允锐在风中独自凌乱 心情大好的江勋 完全没心思工作 这时秘书给他带来一个坏消息 因为江勋上次在晚宴上 让家族蒙羞 所以他母亲要求 他这次必须乖乖的去相亲 江勋知道是自己惹出的祸 所以他准时去赴约了 这次的相亲对象 竟是允锐的死对头佑拉 江勋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 当收到允锐给他发来信息 还在为不搬到他家 做最后的挣扎 江勋就全身心地 在跟允锐谈判 当然最后 也是以江勋完胜结束 被无视的佑拉 终于忍不住说话了 他直接跟江勋说 要是你开始跟我约会 肯定会改变主意的 我比车允锐更适合你 江勋表示最讨厌 像他这样的人 不想再跟他多待一分钟 临走前还警告他 以后不要再靠近允锐 到了晚上 见允锐还没搬过来 江勋直接杀到舞蹈社 找他 当他看到允锐 跟向弦在跳舞 就霸道地过去截狐 虽然这是允锐 第一次跟江勋跳舞 但却有着熟悉的默契 此时他脑海浮现了 跟江勋相处的点点滴滴 或许自己 也早已对江勋动心了 只是不愿承认吧 练完舞后 江勋就把允锐 送回宠物医院收拾行李 允锐问江勋 要是我们一起住之后 你不想分手怎么办 江勋笑了笑说 怎么可能 允锐犹豫了一下 还是大胆地说出 他真实的想法 说着 如果是我不想让你走吧 江勋没想到 允锐会这么说 脸色瞬间严肃起来 说着重要的是 是我想要尝试 跟你一起生活 你也对你自己的心诚实一次吧 听江勋这么说 允锐也决定诚实地面对自己 看到江勋 对他投来鼓励的眼神 此时的允锐也做出了他的决定 说着该去打包了 江勋终于如愿以偿地 把允锐拐来 跟他同居 这天他早早地在家 等着允锐的到来 房间也帮他布置好了 等江勋出去后允锐 开始打量起房间 他对这个房间也甚是买了 在宠物医院里 睡了那么久的沙发 从今天开始 终于可以睡床了 允锐忍不住偷着饿 在床上滚来滚去 这时江勋走了进来 看到允锐这个样子 江勋瞬间忘了进来 要跟允锐说什么 默默地把门关上又出去了 允锐和江勋的同居生活 就在这样的设施场面中 拉开了维 到了晚上 突然雷鸣电闪 允锐最怕这种天气 吓得他完全睡不着 此时还在工作的江勋 听到了允锐的叫声 急忙跑去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 允锐看到江勋 犹如看到救命到头 毫不犹豫地挂在他身上 江勋一动也不敢动 后来意识到 情况不太对的 允锐马上从江勋身上弹开 两人再次陷入尴尬 等雷声稍微小了点 江勋就陪允锐回房间 突然一个闪电 吓得允锐又投入了 江勋的怀抱 江勋说原来你这么开放的 允锐连连摇头否认 江勋赶紧离开允锐的房间 再晚一步出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 三番两次地 被这个女人头怀送抱 这谁顶得住 第二天早上 江勋早早地为允锐 做好了早餐 可是左等右等 也不见他出来 于是就去他房间叫他起来 原来允锐 是因为昨晚没睡好 导致眼睛肿了 所以在里面化妆化久了点 餐桌上 江勋告诉允锐他的待客 知道到今天早上结束 之后就有允锐负责打扫做饭 以此来充当生活费 允锐见状 也趁机跟江勋订下同居协议 第一条就是禁止身体接触 听到这 江勋笑了 也不知道 昨晚是谁抱我抱得那么紧 允锐不好意思地说 那只是失误 允锐滔滔不绝地说着各项条款 江勋压根没听进去 硬是盯着他的嘴巴看 被允锐发现 他走神后 又故意扯开话题 他让允锐放弃跳舞 允锐很不解 他口水都说干了 但江勋仍然坚持不同意 说着我警告你 以后如果再跟别的男人跳舞 我会教训你的 接着江勋就送允锐到储物医院 一路上允锐都气鼓鼓的 江勋突然觉得 他这个样子有点可爱 把允锐送到后 江勋又邀请他晚上一起吃饭 允锐也欣然答应 江勋就开开心心地去上班了 然而他的好心情 只持续了几秒钟 江勋想看看向贤那家伙 又来找允锐做什么 可是这时候面的车 在不停地按打了 江勋也只好把车开走了 原来湘贤是来跟允锐告别的 他马上要出国留学了 虽然有点不舍 但湘贤也很清楚 自从江勋出现后 允锐的心理早就容纳不下自己了 江勋一回到公司 就怒气冲冲地给允锐打电话 允锐不知道他突然抽什么疯 说着你智商只有20吗 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 不能跟其他男人见面了 允锐这才知道 原来江勋是看到向贤了 此时的江勋已经气得跳脚 他让允锐好好解释一下 为什么那个家伙会一大早出现在宠闻医院 当得知湘贤是来跟允锐告别后 江勋的怒火一下子熄灭了 甚至还差点忍不住笑出声 说着哎呦喂 这真的值得庆庄 随后允锐问江勋几点下班 他今晚要为他准备晚餐 江勋自傲娇地说 这可说不定 作为CEO的活可是很忙的 气得允锐马上把电话挂断了 这次被挂电话的江勋 跟以往的心情不一样 因为情敌要出国这件事 是多么的令人心情愉悦 一边跳舞一边说着出国好啊 出国庙 秘书和下属就这样呆呆地 看着傻傻的江勋 江勋下班回到家 就看到允锐躺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 这一刻他感到莫名的安心和幸福 也不忍心叫醒允锐 就在这时允锐醒了 他尴尬地解释道 是因为进来打扫卫生 太困了就不小心睡着了 说完就急忙地离开 江勋也很奇怪 为什么自己会做出那样的动作 允锐也是无意间看到了 江勋衣柜还留着那件T恤 这让他回忆起江勋受伤那晚的情景 那也是他们缘分的开始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江勋刚刚的动作 也让允锐内心小鹿乱撞 回到房间后 允锐就收到朋友发来的信息 提醒他去关爱动物网站看看 允锐点开一看 原来是一个狗狗主人写的感谢信 不久前这个狗狗来允锐的宠物医院治疗 虽然最后还是没能把狗狗救活 可允锐最后也给了他很多温暖 主人也为狗狗的最后一战 是在允锐的医院度过而感到幸运 之后 允锐的宠物医院因为这封感谢信而名声大振 从之前的拍仓印到现在顾客络绎不绝 留言板上的故事也越来越多 允锐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当收到允锐说今晚不回家的信息后 江勋很生气 后来得知他是因为要照顾小冬 江勋才原谅他 本以为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 然而允锐回信息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 还连续两天不回家睡 不 是连续三天 这让江勋变得越来越疯躁 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允锐 秘书跟他说的工作行程安排 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问着秘书说道 这世上最忙的就只有车允锐一个人吗 听江勋这说话的语气 秘书也猜到昨晚允锐肯定又没回家睡 就跟江勋说 要是真的那么想他 那为什么不亲自过去看看他 江勋认为这个建议不错 江勋来到宠物医院后 看到允锐坐在沙发上打瞌睡 于是就过去坐在他旁边 让他靠在自己的身上睡 突然一个电话铃想让允锐惊醒 他这才发现江勋来了 江勋未缓解尴尬 故意斥责允锐不要随意在任何场合睡觉 可当他看到那张让他想念的脸 之前所有的怨气都烟消云散了 并说着能再次看到你的脸真好 允锐的笑容让江勋的心都被人放了 他把这几天的思念都表达在接下来的动作 抱着允锐一把亲了上去 这让旁边的猫猫都不好意思看了 两人也有些许的尴尬 江勋说着这次可不是失误 两人的关系也从此刻开始升级 江勋说什么今晚也不会再允许允锐不回家 回到家后两人在院子里坐着吹吹风 允锐发现几天没回来 院子好像变好看了 而江勋此时眼里就只有允锐 见江勋又想亲亲 允锐急忙说契约规定在家里不许亲密接触 然而这可难不倒江勋 说着在家里禁止 可这里是外面啊 让小编我都有点害羞啊 江勋跟允锐的甜蜜同居生活 也即将迎来一位不速之客 哇哦 刚买菜回来的允锐 发现家里突然多了的男人 他问男人是何许人也 男人示意他看看墙上的全家福 从照片可以推断 他应该就是江勋的亲兄弟 江勋也从秘书那得知弟弟从美国回来了 从秘书的表情也可以看出 这两兄弟是多么的水火不容 当听到弟弟没去酒店 是直接回他家了 江勋瞬间血压飙升 此时的江勋正和允锐在悠闲地做着饭 江勋回到家看到这场面顿时火冒三场 叫允锐马上过来他身边 允锐虽然有点懵圈 但还是乖乖听话 江勋见状急忙拉着允锐不让他走 说炒粘刀还没做完呢 江勋看到允锐被拉住 就更愤怒 说着李江勋把你的手拿开 见江勋还不放手 江勋就过去把允锐拉开 两兄弟之间火药味十足 夹在中间的允锐也不知道咋办 到了晚上 江勋让弟弟去酒店住 弟弟说什么也不分手 江勋又忍不住发飙 见允锐在看着 又急立刻置住怒火 最后是允锐的姐妹 才让将军可以暂时在这住下 即使江勋是一万个不情愿 可谁让他是个气管炎呢 等江勋回房间后 江勋就跟允锐说 不要跟那小子对事 允锐有些不理解 这不是你的亲弟弟吗 又不是什么外人 江勋说他也是个男人 允锐听到后笑了 觉得有点太夸张了 可当他看到江勋一脸严肃 便知道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随后江勋坐下来 看着允锐深情地说 我每天睁眼的瞬间 就只看你一个人 所以你也只能看我一个 第二天 江勋见弟弟迟迟还没来公司 就问秘书他去哪了 秘书说江勋是因为手指受了点伤 去医院治疗 所以要晚点过来 江勋问那间医院很远吗 秘书却说到他去了车医生的医院 对于江勋手指受伤 却来宠物医院治疗 允锐表示不能理解 可既然来都来了 也只能帮他处理一下 不然等下伤口就要愈合了 处理完伤口后 那家伙还不离开 还来打扰允锐工作 这让一旁的狗狗 也受到了惊吓 不慎咬了允锐一口 江勋也在这时赶上 当他看到允锐手受伤了 就猜到这事 肯定跟将军 这小子脱不了关系 将军也在不停地求饶 他们的吵闹 剩下到这里的小洞 允锐就让他们俩都出去 江勋这才想起 先让允锐处理伤口 因为受伤的员工 江勋就让允锐这几天 先不要去上班 允锐则认为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并不影响他工作 可江勋完全不给他 讨价还价的余地 江勋让允锐好好听话 自己不能无时无刻 陪在他身边 所以希望 他能好好保护自己 不要再受伤了 经过这件事后 将军也被江勋赶走了 只能可怜巴巴地 求江勋放他进去 然而江勋 是绝对不可能 让他再来霍霍了 最后是允锐见 他感冒发烧怪可怜的 就让他过来一起吃饭 即使江勋很不满 但允锐一个眼神 就能让他乖乖闭嘴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看着哥哥帅气的模样 弟弟也想要学哥哥 寄条领带 但他不会洗 想让允锐帮忙 允锐感觉有股杀气 便提议让江勋帮他 这时候 兄弟两有异常的默契 喊着不要 最后允锐只好无奈地帮忙 看着那小子嘚瑟样 江勋努力地说服自己 不要发火 在公司电梯里 江勋看着那条 允锐帮忙系的领带 越看越不顺眼 于是就强行把它剪掉 说着以后再让我的女人 动手你就死定了 一直被哥哥强势压制 江勋忍不住 把当年那件事翻了出来 说着哥是怕像志源那样 当初抛弃你而喜欢上我了吗 两兄弟的感情固和 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但江勋这些年 也一直希望得到哥哥的原谅 在他的内心深处 其实很崇拜哥哥 江勋也许早就不弃弟弟了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允锐才是他未来 想要共度余生的人 人生中最幸福的瞬间莫过于 在一天疲惫的工作后 回到家看到心爱的人 在厨房张罗人 允锐看到江勋回来了 迫不及待地 想要让他尝尝自己的手 看江勋的表情 就知道这才为了不错 然而他真正想吃的并不是这个 一把就将允锐抱了起来 见江勋今天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允锐就问他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江勋说没有 他只是想确认 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是真实存在的 并让允锐答应他哪里也不回去 会一直待在他的身边 允锐问江勋这是怎么了 江勋说你先答应我 在江勋的胁迫下 允锐最后也点头答应了 还送上香吻一个 就在江勋和允锐 在享受着甜蜜时光时 江勋的电话响了 江勋并不想接 可那电话却响得不停 原来是弟弟发来的求助信息 江勋可不想理个家 允锐让他还是接一下 万一有什么急事呢 原来是弟弟在酒吧消费后 刷不了他 老板不让他走 江勋是他唯一能求助的人 紧接着他不停地发信息过来 最后江勋还是去酒吧 把他带回来了 他看到弟弟这副德行非常生气 而江勋则是因为太过郁闷 才去买罪 自己在国外五年了 哥哥也没来看过一次 现在回来了还遭嫌弃 江勋还劝允锐也早点离开 哥哥这个冷血洞 江勋很想揍太阳 可允锐再追有不好下手 然而没关系 允锐会帮他出头 说着你这小子真是的 竟然在背后说你哥哥的坏话 你再敢惹我男人的话 你就死定了 听到允锐这霸道的话 江勋瞬间乐开了花 允锐跟江勋对视后 也不好意思的脸红了 接着就迅速逃离现场 江勋突然有点感谢弟弟的神助攻 允锐也一直努力地 充当着兄弟俩的调和剂 这天周末 就让兄弟俩帮忙洗床单 弟弟对于为啥不用洗衣机感到很不解 于是便让哥哥帮忙说两句 然而当江勋接收到允锐的眼神后 便乖乖听话照做了 他率先踩进盆里 一旁的弟弟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随后江勋给了他一个眼神 将军也不情不愿地动脚了 允锐让兄弟俩踩着节拍洗 这样会洗得更干净 兄弟同心齐力断筋 没一会功夫就把床单洗好了 允锐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将军趁机用水管喷塌 见弟弟欺负允锐 江勋肯定会帮允锐报仇 于是这三个人就在院子里打起了水仗 江勋跟弟弟的隔阂 也因为允锐在慢慢地消失 就在他们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江勋的妈妈出现了 霸道总裁和灰姑娘的恋爱 总少不了一个恶婆婆 经过一番询问后 显然江勋的妈妈 对允锐普通的家境并不满意 最后甚至也要跟儿子们 叙叙旧为由对允锐下注颗令 允锐其实也不想在这 听他数落自己了 于是便礼貌道别 江勋也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 看到儿子为了这个女人 把好不容易回国的自己 晾在一边 胡女士也气到不行 允锐不肯去将军的别墅 江勋只好把他带回宠物医院 看到他因为着急离开连席 都没来个警惯 江勋感到十分内疚 他拉着允锐的手 向他保证以后 绝对不会再有这种事 他也恳求允锐 不要再像今天一样 丢下他独自离开 允锐点点头答应了 随后便疲惫地 靠在江勋的肩膀上睡了 江勋感觉允锐有点不太对劲 摸了摸他额头 这才知道他发烧了 江勋就留下来照顾允锐 可允锐没胃口 什么都不想吃 江勋的母亲 也在不停地打他电话 江勋直接把电话挂了 允锐不想他 因为自己跟允锐闹的闹家 就让他先回去 江勋想都没想到说不可 允锐让他回去明天再过来 顺便帮他把衣服 和小猫咪带过来 江勋这才肯回去 回到家后 江勋的妈妈明确表示 他不会同允锐 无可否认允锐 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 如果他只是自己资助的对象 那我会觉得 他的品质很可怪 但如果是当媳妇 就坚决不行 他让江勋尽快跟他分手 江勋的立场也很坚定 并表示只要允锐点头了 他可以马上跟他结婚 说完后便离开了 第二天 江勋妈妈让佣人 收拾允锐房间时 发现了他跟江勋的恋爱契约书 原来允锐只是江勋 用来逃避相亲的挡箭牌 随后蒲女士 就拿着契约书去质问江勋 江勋说虽然一开始 我们是契约恋爱 但现在我是真的爱上她了 蒲女士知道江勋性格执拗 就想着用另一种方式 说服她分手 她拿出一份契约书 告诉江勋 假如允锐真的为你着想 同意签下这份契约 那我就不反对你们的婚事 江勋看着这份契约书 本想打电话跟允锐说这个事 可她无论怎样 还是说不出口 蒲女士也了解儿子的性格 于是她决定亲自上门跟允锐说 她告诉允锐 如果想要待在江勋的身边 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在她同意这门婚事之前 要么每年更新这份契约 要么选择分手 这就是她的条件 那契约上写的 全是对允锐不平等的条约 允锐不同意签字 说着我不做这桩婚事了 就在允锐说出这句话时 江勋恰好出现了 蒲女士看到江勋来了 就故意让允锐重复一遍 允锐便说道 我没有要和李江勋结婚的打算 随后蒲女士便转头向江勋说 这你听见了吧 江勋问允锐刚刚她说的 不愿意跟自己结婚的话是真的吗 允锐说 难道要我在这龌龊的协议书上签字吗 允锐说协议书上还说道 要是离婚的话 留下孩子在那 这写的都是什么鬼话 江勋知道这对允锐不公平 但是他家在中间也很为难 所以希望这次允锐也能让步 允锐简直不敢相信 这话是从江勋口中说出来的 他坚决不同意 江勋让他忍一年就好了 一年之后 他们就可以以正式夫妇的身份 堂堂正正的生活 允锐问要是一年之后 我们的关系结束了呢 江勋认为这绝对不可能 说着求你了就这一次 你就不能够答应吗 看到允锐的表情 江勋就知道他的答案 他认为允锐不愿意 为他们这段感情付出 哪怕就一次也不肯 抛弃所谓的自尊心 允锐实在做不到 他对江勋说了句对不起 江勋却说道 现在我从这出去的话 我们就结束了 允锐的沉默就相当于默认了 江勋表示很失望 然而江勋不知道的是 做出这样的决定 允锐的心比谁都痛 回到家后 江勋就颓废地在床上躺着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允锐 甚至还出现了幻觉 可这一切都结束 允锐受的打击并不比江勋小 所以他决定暂时离开首尔 第二天江勋醒来后 就收到了允锐给他录的一段视频 他感谢江勋爱过他 给了他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自己不后悔遇见他 江勋得知允锐离开了 就马上去找他 然而他也没把行踪告诉朋友 只是把猫咪暂时寄养在朋友里 江勋坐在允锐的房间 看着他留下的那本恋爱日记 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原来他的离开 会让自己的心这么多 说着你到底在哪压撤允锐 此时的允锐正坐在乡下的果园里 大口地吃着半饭 他让弟弟不定时 去帮他打扫宠物医院 他们的对话 也被江勋的弟弟听到了 将军马上给哥哥通风报信 虽然弟弟对江勋意见很大 但听到他说没有用 自己寝食那安 弟弟也感受到了江勋的真诚 最后把允锐的地址给了江勋 离开江勋的允锐 又何曾不想他 第一天跟他同居的情景 第一次吃江勋 给他做的早餐 还有江勋宠密的吻 每每想起来都让允锐觉得很幸福 手机里也全是江勋发过来的信息 放不下江勋的允锐决定回首而一趟 此时的江勋也正朝着允锐跟来 得知江勋跑去找允锐后 蒲女士非常生气 可当他知道允锐是江勋的救命恩人后 他为自己对允锐做出的行为感到惭愧 江勋对允锐的感情 秘书也看在眼里 他希望江勋妈妈能同意他们 这急报孙子的蒲女士 其实也已经心软了 就在允锐准备出发的时候 接到了弟弟的电话 得知江勋已经到他家的果园了 于是允锐就马上跑回去 他焦急地在果园里寻找着 终于看到了那个他惺惺念念的身影 两人朝着对方快速跑去 允锐问江勋怎么在这 江勋回道 我说过就算是世界尽头 我也会找到你 我可是李江勋啊 双向奔赴的感情最终还是战胜了世俗的眼光 两人把这些天的思念都化作紧紧的拥抱 霸道总裁与宠物医生的恋爱 由最初的一纸契约变成终身契约 两人最终修成了正果 车允锐是李江勋的命中注定 李江勋也甘愿把一辈子都给他 好了这里是电影解说公司 我们下期见